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 在某一刻会感觉眼前的一切都发生过 有时候去过一个地方 明明是第一次去 却感觉非常熟悉 强烈怀疑自己曾经来过这里 有时候某个时刻 你会发现眼前的这个场景就是 自己曾经梦到的一个片段 包括人物场景都一样 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呢 1930年 美国有一位叫莱恩的心理学家 他提出超心理学的概念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特异功能 经过一系列的探索后 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这个设想是超感官之觉 也就是说 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些隐藏的能力 这些能力必须要通过特定的方法激活 不过目前这种说法还没有被证实 在科学界 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被称为极实现象 幻觉记忆也叫海马效应 根据研究调查 有三分之二的成年人出现过海马效应 而且经常奔波在外的人比 经常宅在家里的人 更容易出现海马效应 它是由大脑某半边处理消息突然过快 另半面反应迟钝所导致的 比如 当你看到某个场景时 视觉神经越过大脑神经 直接把画面转给了记忆神经 等到大脑反应过来时 画面早已存在于记忆系统中 就会出现似曾相识的感觉